台军汉光野席最近吵得很热闹 一会儿在河口放铁链 一会儿又在大桥下挖地盗 可能有人会笑 怎么2022年了还在玩这种上古花招 仔细一琢磨 恐怕又是美国的交通战略在背后瞎搞 本期弯弯发电机 希望台湾百姓好好思考 究竟是谁一边骗选票 一边又印着战火 让你们家门口烧 每次台军高演习 我这心里就不太安定了 故事一年一度一场大戏 给蔡英文整点口爱的工具 怎么你也看不下去 或许是上了年纪 就希望天下太平 你想他们每年演习 都会闹出点不好的事情 今年演习开始前 台军保养坦克的士兵就丢了性命 不是我迷信 听着是正不及 他们还想加什么避难疏散模拟 警报一响 人关着商场和地铁站 突都出不去 这疫情还没完 又造成变相群聚 经济这么差了还扰民 明镜的I'm some machine 可以看到空中这个作为标靶的照明弹 但是今天的汉工演习 却发生一段插取 幻象两仙所发射的魔法飞弹 以及H6V发射的响尾蛇飞弹 都没有命中目标 现场一片静瞧瞧 因为本来应该像前面的IDF一样 发射响尾蛇飞弹后命中才对 绿北队这支军演真相报道 居然是因为台军挖了一条 结构不杂 白敏正好 对不起我没忍住笑 大陆问天都发射成功了 他们还在用一战的老招 我琢磨着大夏天的地面温度如火烧 阿兵哥中暑了如何是好 不在地道里安排个空调 连逢甲夜市大跳电 民进党都嫌是老百姓用电太高 哪还会给你安空调 这可糟糕 人家草莓兵超过32度不出操 不给空调回家睡觉 你觉得哪一种方式或一些教导上的 哪一种是针对对敌军的公司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过去台军都叫瞎要贪案奸敌 今年却在城市里加戏 这听着就有点不堆积 绿绿的贩卖战争交流 跟大陆贴上仇恨标签 搞到了全民皆兵 吓唬百姓 吹一听就是有老美在背后出收主意 好高价卖他们那些库存武器 年年演习 年年吹嘘 把味的却不知是什么方式 平民海的战航里面当肉盾 蔡英文可能已经坐上逃亡美国的黑直升机 台湾那个军员的水平啊 大概我这个外行人都看不上啊 这个完全是啊 这是非常令人之婚的做法 炮弹路上 炭壳落水 焦州帆布 战机坠毁 汉关运期今年第38点 已经发生了十四次重大意外 四十七个人 如果不是绿绿抗中保财汉的震天假象 台湾年轻人又何必参加这种劳民伤财的军业 如果不是蔡英文企图勾结外部势力 义务谋独 两岸又何必担心兵戎相见 今年汉关运期我们看到 哇搞得真的是如火如荼啊 又是什么城镇站 这次还真的挖了一条豪沟啊 好深的豪沟 然后阿兵哥在里面跑来跑去 搞得一副好像真的要这个准备动武啊 要准备打仗的一样 我说啊民进党你也很奇怪 你呢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坏 每天跟着美国人搞这些反中仇中的事情 然后两岸关系紧张 所以才要搞这些 怎么一下要演习啦 一下什么后备动员啦 叫招要延长到十四天啦 拜托你搞这些 能有办法挡得住解放军吗 挡不住演练的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一再说啊 两岸关系要搞好解铃还需细铃人 关键还是你民进党政府 自己要主动跟大陆伸出橄榄枝嘛 大陆一向都在讲说 两岸希望可以和平统一 希望可以透过对话 透过交流来解决两岸问题 你今天只要承认九二共识 承认两岸同属一中 而且愿意开始共谋统一 那请问一下 台海的和平还需要你演习这些来保护吗 通通都不需要 奉劝一句话 民党趕快吧 两岸关系搞好吧 开玩笑 开玩笑 开玩笑